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今天敗票行程來到中南部 首站先到高雄大社的觀音山大爵寺 不過被問到副手吳新穎 先前前往杜拜參與氣候大會 但是遭到中國施壓 回國後 吳新穎後口卻對準外交部 諷刺外交部就是斷交部 我有通令我們內部 也不要去再去責怪外交部 其實我也知道他處境困難 這個我事先都知道 第一個對方的打壓一定存在 我們的外交部也遇到很多壓力 可以聽到柯文哲是幫忙緩家 不過在藍白分手後 柯文哲連日泡打藍綠 民調卻還是墊底 是否擔心會被氣爆 台灣有大概65%民意希望政黨輪替 可是我們都忘記一件事情 台灣大概有70%的 不希望國民黨上台 可問哲認為藍綠白三大版圖已經奠定 就算氣爆發聲 但也不會氣得乾淨 更開酸有七成的民眾都不希望國民黨上台指證 對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